2021年2月9日,关小彤在新电视剧《我就是这般女子》里的某段打戏遭网友群潮,有些人发觉她甩鞭子的动作,竟然是找的替身,刚开始见面是关小彤的脸罩,但在她抬起皮鞭后,摄像镜头就转为侧边,角色的脸所有被秀发遮挡,身形和关小彤也是有差别,可以看出去,是替身拍摄的主戏,很多人都没法了解, 为何连灰皮鞭这类主戏都需要找替身来拍摄,并且替身做的动作也并不会太难,仅仅皮鞭左右一挥罢了,没什么尤其繁杂的招数,关小彤打戏用替身惹意义,敷衍了是甩鞭子被硬夸,赵丽颖也曾用跑踢,更让网友发火的事,这一段打戏,先前还以赞扬关小彤的视角上超温馊,很多大飞出文称,关小彤他是拿了男主角的牌本,打戏动作干净利索,结果实际上,连非常简单的动作, 都有替身来进行,关小彤打戏用替身惹意义,敷衍了是甩鞭子被硬夸,赵丽颖也曾用跑踢,大伙陆续在评价线里留言版留言调侃说,甩个皮鞭罢了,为什么不可以学下呢?明星赚钱是否有点太非常容易了? 该类事在演艺圈里,实际上死空见惯,例如,赵丽颖在新电视剧《游匪》里边,就被网友发掘慢跑的主戏,实际上是替身拍摄,替身的身形显著比赵丽颖要壮很多,也有人立即爆出了这名替身的社交媒体账户, 关小彤打戏用替身惹意义,敷衍了是甩鞭子被硬夸,赵丽颖也曾用跑踢,但赵丽颖的粉丝表述称,不过是中后期不摄像镜头而已,现阶段,关小彤方并没有回复用替身的争议,也许是有迫不得已的缘故呢?